雪莉的战斗方式一如既往 简单 粗暴 有效 带着一种天狗行空的洒脱感 铁链呼啸声中 众生平等 那个通过阴影跳跃过来的诡异身影似乎都没能想到眼前这个带着幽碎恶魔的召唤师少女本质上竟然是个近战 按照正常思路 见到师法职业的第一时间拉近距离展开肉搏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拉近距离之后突然发现对面的师法者掏出了流星锤那就令当别论 于是邓肯曾见过的一幕再次上演 铁链之嘎作响 雪莉一狗砸下 那个黑影当场被揭揭实实命中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几乎带着哨音变道飞了出去 轰的一声 那身影直接被砸进了附近一座雨火未消的建筑物内 带起一片生疼的烟尘与火星 紧接着没了动静 这就搞定了 战斗的顺利出乎意料 连雪莉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她一手拎着阿狗一边眺望着远处 满脸的戒备 我怎么感觉手感 她这边话音未落 阿狗的惊呼声便突然从铁链另一端响起 小心 雪莉顿时浑身肌肉紧绷 下一秒 她才终于注意到自己脚边的阴影不知何时变得比刚才更浓了一点 紧接着 一道看不清轮廓的模糊鞭子便从阴影中弹射而至 那黑色长边裹挟着狠毒的裂空声 直奔雪莉脖颈而来 后者在千军一发之际猛然闪身后退 却还是被其抽打在胳膊上 顿时鲜血四箭 雪莉择了一声 竟对这痛楚毫不在意 她飞快地退开 这才看到自己的影子中有一部分竟被留在原地 而那个打着伞的怪异高兽男子却从那道影子中迅速浮现出来 他这时也看清了击中自己的长边到底是什么玩意 竟然是从对方衣服下摆延伸出来的一道肢体 那阴影仿佛裹挟着一道浓烟 内里有蠕动变形的血肉在不断翻滚 似乎时刻处于不断腐烂与重生的状态 看上去令人作呕又毛骨悚然 雪莉只看了那触万般的肢体一眼 便感觉一阵恶心从心底上涌 而下一瞬间 他便听到那个打伞的怪异男子发出一阵低沉含混的咕弄 其衣服下摆延伸出来的诡异肢体再度化作长边朝自己面门扑来 他下意识地提起了手中锁链 正准备再次将阿狗抡起 但就在这时 一道幽绿的光焰突然浮现在他的视野边缘 在这道幽绿光焰浮现的瞬间 他便注意到对面的高手人影动作猛然一致 就仿佛某种源自本能的恐惧突然遏制住了他的动作 下一瞬 那人影便迅速向后退去 浓重的黑色烟雾在黑色大伞下面翻涌着 其内不断传来低沉又模糊的嘶吼 而绿色的燕流几乎是擦着这团烟雾的边扩散开来 在灵体之火的微光中 那把大伞下面的黑色烟雾都被映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 雪莉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邓肯所在的方向 他看到对方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幻影般的火焰却不断以其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 在火焰所致之处 不管是周围的建筑还是空气中漂浮的火星 甚至连远处的建筑物剪影 都开始渐渐染上一层忧虑 就仿佛某种扩散开的瘟疫 在那怪异火焰所到之处 万事万物都在被逐渐侵染 这就是这位大人物的力量 亦或者只是他力量的冰山一角 雪莉心中泛起惊疑 但他来不及细想 那个飞快后退的袭击者明显已经被周围环境中的灵火压制 震慑 本着打架不能留守的准则 雪莉趁着对手虚弱便再度抡起手中锁链 用尽全身力气把狗子砸在袭击者身上 比刚才手感更加怪异的反馈感顺着阿狗的感知传来 雪莉感觉自己仿佛砸中了一滩腐烂的肉 她看到那个打着黑散的身影竟直接被自己砸得碎裂开来 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撕裂声 那东西的黑色外套四分五裂 好几团不定型的 被浓烟包裹的肉块从衣服里掉了出来 紧接着又像各自有着自己的意志般开始满地乱跑 并且一边乱窜一边继续分裂成更小的碎块 无数重叠的尖锐鸣叫从每一块碎块内部传来 这是绝对恐怖而怪异的一幕 焦黑扭曲的一型肢体四分五裂 在于近未潇的街道上四处蠕动 分裂 逃窜 尖锐到仿佛能刺穿凡人理智的名叫声此起彼伏 并随着那些碎块的不断分裂而越来越多 越来越怪异 到最后 甚至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斥着他们刺耳其力的尖叫声 雪莉从开打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毛骨悚然 他紧握着手中的锁链 却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己习惯的战术来对付这些仍然在不断分裂 蠕动的尖叫碎块 但很快 他便注意到这些四分五裂的碎块并没有继续战斗的意思 他们竟是在不约而同的逃窜 在逃离那仍然不断蔓延的绿色火焰 现在它们已经分裂成了成百上千的碎片 如同黑色的虫裙搬在街道上如洞奔逃 在绿色火焰的夹缝间疯狂朝着街道的远处逃离着 其中不断有一些碎块被附近的灵体之火捕获 仅仅是一次不小心的擦碰 或者仅仅是被一点火星蹭到 便立刻由火焰蔓延其上 将其瞬间烧透 但这焚烧并不是结束 而仅仅是一个开始 被灵体之火焰烧的碎块并没有死去 而是突然调转过来 开始追捕 袭击 肯是那些尚未逃出火场 又未被绿色火焰触碰过的血肉碎块 一切发生的都很快 几乎是半分钟内 街道上四散分裂奔逃的血肉碎块中就有一半已经被灵体之火焰烧侵染 那些遭到绿焰侵蚀的血肉分裂体四处捕食着前一秒的同胞 而一道隐隐约约的绿色火墙则已经在街道尽头闭合起来 完全封锁了所有的逃亡路线 这片火场俨然成为了一处猎场 从同一个黑衣袭击者身上分裂出的千百碎片变成了死斗混战的虫群 那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尖叫声终于渐渐止息了 可取而代之的是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那是遍布整条街道的咀嚼声 袭击者尝试解体逃亡 现在他变成了自己的一顿盛宴 雪莉感觉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而且他能感觉到阿狗也在瑟瑟发抖 他在这遍布炙热灰烬的街道中微微发着抖 但下一秒 他却感觉到有一只温暖的手按在了自己肩膀上 别怕 邓肯轻声安抚着雪莉 虫子最怕火了 雪莉肩膀抖了一下 心中冒出极其怪异的感觉 被强大存在眷顾 安抚的安心感和被不可名状之物紧紧盯着的毛骨悚然感尽同时混杂在一起 他大着胆子抬头看了旁边的邓肯一眼 却看到对方正紧皱眉头 有一说一 是有点恶心 邓肯看着那正在互相捕食的虫群 发自肺腑地对雪莉感慨道 我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谁信啊 确 确实 雪莉很耸地表示自己信了 大佬说什么就是什么 是有点恶心 好在快结束了 邓肯带着略微放松的语气说道 快结束了 街道上的火焰蔓延声和捕食声正在渐渐止息 不管是捕食者还是被捕食者都终于逐渐耗尽了生机 变成一堆堆随风飘散的灰烬 怪异的袭击者就这样化作虚无 而那四处蔓延的灵体之火也开始渐渐收敛 消退 雪莉直到这时候才终于咽了口口水 她看着那些细小飘散的灰烬堆 大着胆子问道 都 结束了 邓肯却摇了摇头 不一定 雪莉惊讶又疑惑地看向邓肯 却看到对方正向前走去 而最后一块来自袭击者的碎块从附近的灰烬堆中钻了出来 那不定型的可憎血肉摇摇晃晃地蠕动着 他似乎还想逃亡 却刚蠕动几步便停了下来 邓肯在那碎块前停下 弯下腰 手指尖跳跃着一点绿色的火焰 我曾听过许多惊悚离奇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告诉我一个惊艳 邓肯慢慢说道 他在对雪莉解释 如果你突然发现你的敌人具备分裂的能力 那么你最好默认你遇上的第一个敌人就只是一个分裂体 要永远假设有一个本体藏在分裂体的后面 用来给别角的作者们编续集 他指尖清点 将那团绿色的火苗点在最后一块碎块表面 我不太喜欢续集 更不喜欢有个莫名其妙的本体藏在幕后 非要等到主人公们麻痹大意的时候再蹦出来刀人 绿色的火焰猛烈燃烧 那块污浊的碎块突然一颤 紧接着 其底部便生出了许多仿佛昆虫不足般的结构 支撑着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邓肯慢慢站了起来 静静地注视着那袭击者最后残存的碎块 回家吧 带上我的礼物 干什么呢 带上我的着风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